看古迹讲故事 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今天啊咱们要开新书了 有人说不对吧 你那八七制度里边的八七直升住房可还没讲完呢 说实话呀也不算没讲完 怎么叫完怎么叫不完呢 关键是有很多粉丝给我留言说呀 这个故事啊那不精彩不讨喜 所以说呢希望换点热闹的 还是那句话啊 咱们说书啊不能把听书的说困了 所以说呢我就决定啊 先把这八七直升住房先放一放 我呢精心的写稿 尽量呢多挖出点热闹的情节呀 让您听着不烦 可说嘞这期间呀咱也不能闲着呀 于是我就想啊给您讲一个我拿手的热闹的故事 咱们今儿要开的这段书啊 还别说是清初了 就是有清一代呀 也得算是热闹的张回 什么呀 这就是三藩之乱 咱们家说书的形式啊 跟别的书馆不一样 咱们还是尽量讲一些贴近史实的事 咱们家的故事来源啊 基本上都是正史观书 大不计也得是野史笔记 我是不会啊拿文学作品里边的故事 来这给您讲古的 要是这样的 我还不如拿一套 二月猴先生的落霞三部曲 康庸钱全给您讲完了 那得多热闹哦 文武带打的还有玄幻 得了咱们闲言少叙呀 书归正传 我的意思很简单 咱们要讲三藩之乱呀 咱们必须先得讲讲 什么是三藩之乱 那么可说的嘞 这三藩啊 它都是哪三藩呢 三藩啊 是云南的平溪王乌三贵 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 福建的靖南王耿军中 在咱们家听书的好朋友啊都知道 这清代呀自这三藩之乱以后 除蒙古王宫之外 别说汉人封王了 就是外姓也没封过王爵 当然了追封的不算啊 您就说这傅察氏的爷们吧 傅恒 福康安 死了之后追封个郡王衔 其实那也就是皇上一时心情到了 一拍脑门话就说出来了 再者说了 人都死了 连虚衔都算不上 所以说您既想去吧 清朝这些藩王啊 大清国真的是认为他们是古功之臣 给这满清打天下呀 真是卖了力气 用了命了 要说呀 这朝廷对他们也是真不错 这三藩实力也非常大 广至军饷一项就占据了国家税收的一半 您可得听明白啊 这只是三藩一家的军饷 难道说这大清国就不养其他的兵了吗 还有这二十万八旗兵和六十万鹿营兵得养 那这钱都冲作军饷了 还干不干别的事 其实呢 在康熙十二年 康熙皇帝决定撤翻以前 在心里啊 就压了三件大事 就在康熙皇帝决定撤翻的三年以前 康熙八年的五月份 康熙皇帝至秦敖拜以后 这位少年天子就亲笔写下了一张纸条 贴在了乾清宫的柱子上 这纸条上啊 一共三条六个字 都是什么呀 三藩 和物 曹韵 这三件事啊 压得这位年轻帝国的年轻皇帝 已经喘不过来气了 这六个字啊 加到一块 凑成了一个大字 就是钱 这何物曹韵啊 咱们以后肯定会讲 今天啊 咱们还是得主说三番 在三番之中 声势最为浩大的 那就得说呀 是雄距云南贵州的五番 顺治八年 乌三贵奉命 入川 征讨张献忠 这会儿的乌三贵啊 已然被授决平西王了 那他是怎么 又去了云贵的呢 顺治十四年 乌三贵还率领着大军 在四川脚平张献忠的余部 就在这个时候啊 朝廷的圣旨下来了 受他为平西大将军 进入到云南贵州腹地 平定南明最后一个政权 这个政权的名字呀 是贵王永利政权 贵王朱油郎 一看这乌三贵率领大军来了 没办法 只好啊 得烟垫了 跑哪去了 跑到缅甸去了 乌三贵也真不客气 真对得起他前名的旧主 大军杀进缅甸 逼迫缅亡 交出了贵王朱油郎 到了昆明以后啊 就在军中 二话没说 就把这位小猪王爷呀 用弓匠给勒死了 也算对得起这位贵王爷吧 勒死了以后啊 在昆明的郊外 还给建了一座呀 不大不小规模的坟 您记着这坟头子啊 一会儿咱们这故事里呀 还会提到 那有人就问了 为什么这乌三贵 不放过这前名的旧主 朱油郎一条性命呢 或者说呀 你干脆就把他压解到北京 听朝廷发落 哎 这里边啊 就传出不好听的话了 有一种说法啊 说这贵王小朝廷 是非常有钱的 朱油郎呢 不管到哪儿 都大车小量的 带着这些财宝 这贵王爷被乌三贵拿下以后啊 这些个财宝 自然就归了老吴 这三贵当然不想跟别人分享这批财宝了 于是就杀人灭口 所以才把这小王爷给勒死了 这些个传闻 他要是真的呀 这三贵为了这俩钱 还真下得了狠心 有点狠劲 剿灭了南明最后一个小朝廷不要紧 这老吴啊 在朝廷里边算是立住根了 不但一帆统侠云贵两地 并且呀 掌握两省军政大权 开矿彩铜 私炉造钱 扩充军队 还要西选官员 关于这些呀 过两天咱们讲人无质的时候啊 还会细聊 在这儿 您就弄明白一点就完了 反正这平溪王三贵啊 在云南 那豪横去了 话说就在康熙元年的时候 这乌三贵啊 算是达到了人生的顶峰 有人说不对吧 后来这乌三贵还当过皇帝呢 没错 后来起兵造反啊 确实当过几个月的皇帝 可是啊 天下人都知道 您知道 我也知道 当皇上那几个月呀 他并不快乐 所以说这1662年 康熙元年的十一月 才是这吴王爷的巅峰时刻 那月怎么了呀 因为就在那月啊 新登基的康熙皇帝 往云南来了一封嘉奖令 因为秦沙贵王有功 这平溪王乌三贵 禁决亲王 朝廷名正言顺的认可 这平溪王啊 奸侠贵州 好事啊 不止就一个 平溪王世子无英雄 被大清国看中了 选为了俄父 康熙皇帝 把自个儿的姑妈 皇太极的十四女 顺治皇帝的妹妹 建宁公主 嫁给了吴英雄 当然了 这里边啊 肯定是没有 韦小宝和神龙叫什么事 哎 提到这鹿顶记啊 咱们还有一个事啊 得插一句 就是这 乌三贵啊 他有个梦想 他要像前明的穆英一样啊 势守云南 鹿顶记里 云南穆王府的点 就是从这儿拉出来的 您别看这会儿 他乌三贵风光啊 其实是倒霉起手 这会儿的康熙小皇帝啊 就已然开始防着他了 在康熙二年的时候 朝廷就借口 南明已然平定 收走了乌三贵的 平溪大将军印信 还收回了平溪王的西选官特权 并且从司法上 还要约束吴藩 康熙皇帝下旨云南 平溪藩下逃人 交有私处理 张经不得干预 也就是说呀 这在原来 乌三贵手下的人啊 犯了法 都是按军法处置 这会儿不行了 法治社会 得交到啊 有私衙门处理 一法办事 一法治国嘛 康熙小皇帝 这么一套组合权下来呀 这乌三贵也懵了 于是啊 在康熙六年的时候 这吴藩呢 就想试探一下朝廷的态度 于是啊 就跟这个皇上老爷子 假客气说呀 我这一个人呢 管两省的兵权 已然很累了 这两省的政务啊 实在是有点力不从心 皇上一听 正合我意呀 于是啊 旧坡下旅 命这个两省都府啊 从此以后 听命中央 就不要再听平溪王府的号令了 得 这下子呀 这平溪王爷呀 算是偷鸡不成 反十八米了 您想想 这三贵 怎么能够心甘情愿的 受朝廷这份欺负呢 于是啊 他眼珠一转 就生出个主意 他就挑唆当地的苗人叛乱 借势用兵啊 他要扩展军队 向朝廷呢 就要报销军饷 朝廷和康熙皇帝 对乌三贵这种小心思 势如观火 看得是明明白白的 只不过是啊 还得指望着三贵 坐镇云南 稳定西南局势 就在康熙皇帝 拿西南边陲的乌三贵 没有办法的时候 哎 这会儿啊 想瞌睡 有人给送枕头来了 精彩回目就在明天 平南王假客气 才引出来 康熙爷 真撤翻 我们下期再见 不许怪 好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中文字幕——YK